玩minecraft 應該有十五年了 從二年級開始玩到現在十年了 十年 一次播的話 兩個小時脫啊 這一塊也就兩秒了 從剛開始出到現在 差不多十多年的終結龍被我殺掉 這一塊的就是十八分鐘 你玩minecraft到底有多強 我的背後就有一個minecraft場景啦 如果你能夠在最短時間完成speedrun的話 你將獲得到gamersecret獎學金 如果你沒有成為最快的speedrunner 沒關係 因為gamersecret會給出一百塊馬幣 也要你打敗終結龍 然後我們歡迎我們的第一位參賽者 你們誰要做第一位 哈哈哈哈 ok 一位參賽者在比賽的時候 另外一位在這裡就可以看 你自己有一些名字 你不要試試試看 你要OK啊 沒有酒啊 你真的嗎 哈囉 我是Justin speedrun第一步當然是收集材料 製作工作台 原木換木塊 木塊變工作台 咦 你做不好看 你才會做過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問我 哈 該不會這位參賽者是一位新手吧 雖然他前夕的操作 有一點懵懵懂懂 但還是成功做出了地獄門啦 ok bro what should I do next 蛤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啊 看來這是一位陪朋友參加比賽的初心者啊 我也是講著我現在沒有玩什麼遊戲 但是以前我玩蠻多的啦 現在我要考試 所以我沒有玩到什麼遊戲啊 我應該打Anderman吧 聽從朋友的指示後 許久未碰遊戲的參賽者選擇和墨影仁正面對職 展現離開的墨影仁回到參賽者的背部搞偷襲 可惜了 哇 屎 你被放棄了 下一位到他的朋友 你有沒有提示想好 啊 告訴他 你不要 我不要你提示 我不要你 哈哈哈哈 哈嘍 大家好 我叫哲星 今年49歲 還在讀著大學 第二位參賽者 發現到了罕見的掠奪者前哨戰 想要透過打敗牢籠裡的鐵巨人來拿到鐵 但哨戰裡的掠奪者可不會答應哦 哇 在剩下半滴血的情況下反殺了掠奪者 然後 啊 原來上面還有那麼多人啊 好可惜啊 我是張承陽 今年18歲 這位參賽者有著很好的開局 一上來就遇到了村莊 畢竟村莊的資源飽滿 能夠減少搜索資源的時間 果然神韵發動找到了好多的鐵 剛好村莊附近又有岩漿和湖水 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 參賽者在短短的10分鐘內 就進入了地獄 也是最快的參賽者 一切看起來很順利啊 哎呦 突然天降岩漿 參賽者能不能用水桶化解危機呢 欸 他忘了他身上有水桶啊 我叫霓天鋒 今天16歲了 這位參賽者也太過於專注在挖資源了 沒有發現到逐漸逼近的喪失嗎 哦 他發現了 他能不能逃出去呢 零 呃 不甘心的他又回到了這裡拿物資 可是這裡依然很多怪物 他到底能不能 哎呀 這位參賽者看起來相當堅持有毅力啊 又再次的嘗試回到這裡 這次可以了嗎 成功了 在不斷的堅持下 安全逃出了 我就是Yuki咯 平常都會一直出現的那個Yuki 總不重要 個人價值吧 我就有些人覺得玩遊戲是浪費時間 但我覺得玩遊戲就是 可以說是享受也可以在學習的狀態 其實可以學到能夠 學在一個遊戲的身上 大部分就是 他可以訓練我耐心比較多 我是出用本的 我今年15歲 最重要的東西是 不要太容易放棄哦 因為有情況下你會失敗 有時會不會得到你要的東西 但是不可以這樣容易放棄 要繼續努力 最大誤解是 玩遊戲會讓你的成績推步 我覺得這兩個完全沒有關係啊 你玩遊戲你也有時間的嘛 除非你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不然是其實沒有影響 我是Oscar 遊戲對這個社會 我只能說 它是讓我在覺得煩的時候 可以暫時拋棄的外界因素 讓我像一種精神寄託這樣子 一個人 當他真的很有壓力的時候 玩遊戲 娛樂一下自己 可能不會有那種 比較負面的思想啊 就很多人會講 現在不務正業嘛 就他們認為那些沉迷遊戲的人 那不過只是一個小部分的人而已 可是他們以為 所有玩家都是沉迷遊戲的 他們不知道這種事情 所以就 對這個遊戲有一點偏見 可能那時候剛出 什麼講遊戲害死人啊 還是什麼 然後父母的時候就是很不喜歡 你玩遊戲會拼命啊 哎呀不會的咯 你打那種 GTA他們講很殘忍啊 或者是你打很多血的 那也很血腥的 講真的咯 你不會影響你了 除非你是很容易被影響 但是通常不會的咯 那些很hyper violent的遊戲 不會什麼的咯 沒有事了 今天呢是你的第二天來挑戰的 你覺得你的第一天跟你的第二天有什麼差別的 第一天咯我很緊張 然後我就沒有做什麼準備 這一次咯我做滿準備來的電影 一定啊可以不要緊張 你可以緊張พ loses 我要緊張的話 叫你意思遠處 pliers 哈囉哈囉 哈囉 ład 我是來吵你的 看來這次挑戰的參賽者 遭到了不少場外干擾 摟呃 阿弗洛奇王菇 然后我今年16岁 NO - 什么意思? - 听到我叫娃娃 - 听到 听到 加油 加油 这位参赛者有在打什么? 啊 原来是打开辅助器 辅助器能够让他看到附近的生物 可是这里的怪物也太多了吧 参赛者一边遭到围殴 一边前进 他究竟会用什么方法来脱离险境呢? 原来是想透过跌高来让自己 哎呀 跌到一半就被撞死了啊 这位参赛者看起来是选择了交易路线 用这样的方式得到强力武器 也是快速的其中一个方法 而且有机率就能够拿到附魔刀 诶 诶 还真的给他拿到了一把附魔刀啊 连参赛者自己都不敢相信 参赛者在地狱的死路 遇到了无数的Hoklin 没有退路的他开始紧张咯 如果他再不赶快找到方法 就要被杀了啊 啊 太可惜了 游戏呢 不要只是看它在于一个沉迷的游戏 其实后面很多那种团队在制作 经营一款游戏 是花费不少能力的 让人快乐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因为游戏团队也不想辜负玩家的希望嘛 因为我也是想加入制作游戏里面的制作群 所以我才会进入我现在的行业就是 2014 规划师 插划师 我也想尽一分力去做好我的本分 去制作很大游戏让大家知道有这款游戏存在 然后也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创意吧 创意还有社交哦 因为我从游戏里面我就更敢跟陌生人讲话 创意就是 就是像Minecraft我越来就是从以前就看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见 然后就一直学自己学自己学 然后现在就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我是觉得是从Minecraft inspired我了 我在学校啊在补习哪里都有 都是找那些跟我玩一样的游戏啊 如果我没有玩Minecraft 没有玩太多的游戏 我就不会好像接触到这样多的人 我觉得丢了我Minecraft 我就会太孤独哦 我觉得全部都是在现实见面人后有干嘛玩游戏 就变到更好哦 所以玩游戏就是增进感情哦 因为之前我玩一款游戏叫王者龙妖 我就参加比赛 找职业队有赢几个比赛 最高赢了2500马币 打比赛的话你要很认真对待 你要一直花时间 一直练 你只要打哦打一个万张打一个万张 我现在已经有几个万张 可是后来就他们讲学业比较重要 所以我外面就干操 过后我就放了就不打了 很好啊就是他本来从你的兴趣 然后变到可以让你有收入的 而且是到世界已经到世界范围了嘛 那种世界赛啊 我觉得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啊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当作你的职业 就去做啊 你不要给别人阻止你 你的梦想是你自己要去做 非常可惜 还没有完成到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突发任务 突发任务就是 你需要在这一个场景里面 找到一个钻石 所以只要你找到那个diamond 我们就会给你100块马币 哇 希望你不会灰心啊 你没有打败中心哦 时间限制呢只有在一分钟内 所以你准备好了过后 你就可以按后面的按钮就可以开始 Here we go 这怎么被人伺打的 哇在这里 哇 YES 我被他坏色失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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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登登 加油啊 下次希望你还有机会再来找到 我是你的 哎 我可能会再去你了 好像是不是在这里了 这个泥土里面啊 可林啊 我看到 特别重了 哎 哎 很可惜 其实就是在这里了 对不理 好可惜哦 稍微点 由于呢 首九位参赛者都放弃了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打败中介龙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Minecraft Speedrun比赛 当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的比赛还在继续当中哦 你只要能打败中介龙 就有机会赢得8000块马币的奖金 欢迎大家现在来报名参加 我们下一集见